Hello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 这一次的视频打算更新的是我1月和2月的美妆爱用品 我1月份因为有大半的时间我还是在国内 所以我用品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所以我1月份就没有更新我的爱用品 一直到我觉得已经到2月末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1月和2月和谐一下 因为1月末的时候我还是又开了很多新的产品 但是我觉得用的时间太短了 所以我就打算1月和2月一起写这样比较好 所以话不多说这就开始了 其实我最近的皮肤状态一直都不是很好 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脸上长了好多湿疹 然后回来了之后 虽然在国内长的湿疹好了一些 但是我因为这边现在还总是下雨 所以我就又长了一种新的湿疹 最近的湿疹才好一些 然后我的那个额头和下巴上还长了好多闭口 最近这个闭口才好了一些 因为我自己是敏感皮嘛 所以我的皮肤状态就还是跟这个天气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不过我觉得它已经开始往好的方向再回转了 所以我还是蛮开心的 然后首先这个爱用品呢 就是这个我之前开箱也有给大家看过 就是这个亚顿的眼部的胶囊 这个眼部的胶囊我自己觉得很好 是因为我最近觉得我自己的眼睛 眼睛很干 眼皮也特别特别干 早上起来觉得就眼皮整个就是干裂的感觉 所以我就开了这一支这个眼精华 就用了之后发现就是 它其实是那种比较薄的那种精华油的质地 所以这一颗用的时候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在眼周按摩一下 不过它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它这个哪怕是按摩吸收之后 它还是有一点点虎眼睛 所以我自己就把它放在晚上的时候用 这样子抹完了之后就准备上床睡觉了 所以就不用担心虎眼睛的问题了 它自己效果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用了它之后呢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眼皮的那种特别干燥的感觉就缓解了很多 而且它也让我觉得就是眼部这个有一种有点饱满的感觉吧 总之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用起来很不错的产品 不过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如果你对神经鲜安过敏的话 觉得你可能用不了这一款 因为这一款主要成分就是神经鲜安 不过我自己是敏感皮啊 我觉得用着还不错 所以我还是在这里面推荐给大家 尤其是它这种一颗一颗的包装 出门带的话也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的这个爱用品呢 就是我之前也是开箱的时候给大家看过的 就是KA的这个三个组合盘的这个组合 希望它不要倒 它是靠磁力粘在一起的 然后其中这个是一个蜜粉盘 然后这个是一个高光盘 这个是一个古铜腮红加高光的盘子 然后这一套我都非常的喜欢 我之前说过了我是五折收的 所以它价格就非常便宜 然后它每一盒的净含量是7克 然后这个产品的正装净含量是21克 我觉得21克有点太恐怖了 感觉下辈子都用不完 所以这个7克对我来说就特别的好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渐变的这个高光 它是一个就是从这种正常的这种比较透明的高光色到紫色薰衣草的一个高光的鉴定 就看盘子非常漂亮啊 用起来也非常好 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用法就是用前面的这一部分抹在面部 就是比如说颧骨啊比如说眉骨啊还有这个下巴这些地方 然后用中间这一种就很淡很淡的这个紫色的混合色 然后刷在这个肋钩的位置 它有一个很好的能够修饰肋钩的作用 我自己很喜欢啊 而且就是虽然说它整个是一个高光盘 但其实它的这个光泽度是非常非常自然的 就可以看到吗 我再再多抹一点 就我抹的是这个这个位置 我没有抹的比较深 没有抹非常深的那个颜色 就它的这个高光的颜色其实是这样子的 并不是那种特别亮 特别像电灯泡那种高光 当然你想刷成那个样子也是可以的 就用一个那种比较小的高光刷 在这个位置刷刷刷刷 就可以刷出来那个效果了 反正就是它跟这个皮肤融合的也很好 是这种很自然的 稍微有一点粉感的那种光泽感 我觉得很漂亮 总之这一盘我自己特别喜欢 然后最近也用了非常非常多这样子 接下来就是它的这个普通和腮红盘 这个我也特别喜欢 这个腮红就是我今天用到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颜色的很漂亮 就很自然的一个颜色 显色度也很好 这一盘跟那个高光盘比就没有那么飞粉了 我自己觉得这一点还蛮不错的 然后这个普通色其实也非常的自然 但是这个我觉得显色度比较高 所以你取粉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然后像前面的这个高光色 我觉得尚在我的脸上就有点太自然了 我还是喜欢稍微有那么一点就是你能看出来我涂了高光 但是我很自然的那种 就我觉得这个光泽感还不如Dior的那一框 我觉得这个就是混合来擦比较好 单擦的话一般般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要说的这个 它这个蜜粉盘 虽然它说是蜜粉盘 但是我开始用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高光盘 后来我发现它是因为它表面有一层那个亮粉 就现在还能看出来这个脚上有一些那个亮粉 把亮粉刷掉之后下面就是它的那个蜜粉了 但是我自己更喜欢它表面的这一层亮粉 它那个亮粉是 就也是在这里试一下给大家看 它是那种就是带偏光的那种一个高光色 所以就上脸之后呢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那种偏光的高光 而且其实涂在脸上 我觉得效果要比这个颜色要更亮 更傻的那一种 其实我自己感觉 我更喜欢它外面的这一层亮粉了 所以它里面这个蜜粉我觉得就还挺好用的吧 它虽然说是就是有光泽感的和哑光的 就是就是一个渐变 但我觉得它整体都是有一点光泽感那种 没有感觉哪里有渐变 它是一个很好的蜜粉 但是我觉得它跟它那个描述有点不符 我自己呢就更希望它表面这层亮粉质地的这种高光 以后能出一个单色这样子 我自己很想收一个这种颜色 我再试试看看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渐变 我觉得就不是每一天都能用的那种 但是如果你喜欢高光的话 肯定会想要这样一个颜色的样子 所以这三个盘子我就基本说完了 我最近一直都在用它们 除了底妆眼妆之外呢 我觉得这三个盘子可以帮我完成面部的所有部位的妆容了 我觉得也比较适合你想快速上妆的需求 所以我在这里面还是比较推荐这个盘子的 不过现在这个小包装好像不太好买了 所以如果你想买这个系列的话 我比较推荐的就是这个须衣草色的高光盘 还有这个骨铜和腮红 还有高光的组合盘 我觉得这两个盘子更值得买一些吧 像那个蜜粉盘 虽然它就蜜粉不错 表面的那个高光亮粉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那个高光亮粉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那种 所以这一套小盘子就是这样 接下来要说一个眼不打底 就是这个Mac的24H这一款 这一款其实它已经出了很久了 以前用的那些眼不打底基本都过期了 所以我就想买一只新的 但是我发现现在比较新的眼不打底产品 跟以前那些口碑很好的旧产品 好像区别也没有很大 所以我就随手买了一只这个Mac的 后来用了之后 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厉害 我觉得Tom Ford呀 YSL啊 NARS都有很好的眼不打底 然后这个就我觉得比他们好的一点在于 它上演之后呢 它让这个眼影的显色度有一个很好的增强 像那些我觉得它对眼影的顾色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但是对那个眼影的显色度增强 我觉得比较有限吧 当然它们都是很好的产品 我觉得Mac这个做的更好的就是 我觉得它这个Mac就是能让眼影 那个颜色最大限度的放大 而且就它用了它之后眼妆也固定的很好 就整体感觉整个眼妆都会变得更持久一点点 所以眼不打底就是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再说一个眼影包 这个眼影包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口碑很好的这个Tom Ford双层眼影包 这个颜色是6号 然后它是一个这种就是比较中性比较浅的灰棕色 这个颜色我自己也很喜欢 因为之前它也有那种 之前它也有那种金棕色 但是那个金棕色我涂起来特别难看 我一直都想买一个这种比较自然可以每一天都用的颜色 所以我就在这里给大家试一下这个颜色 就是涂在手上 它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它这个显色度呢虽然很高 但是它这个色彩设计的比较透明 所以上眼呢就会很自然 而且它这个色调呢比较中性 也不会怎么挑皮肤 然后表层的这个闪粉 我觉得也很好看 它叠上之后 可以看得出来吗 叠上之后希望这个金棕能看出来 是这样子的 我自己就很喜欢它的这个妆效了 我觉得日常用特别的好 而且这个Tom Ford这个眼影膏 就是不管你是用手用刷子 都可以特别快速的上妆 所以你日常用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其实我今天用的也是这一款 不过我是用刷子上的 然后我又给它搭配了一个别的眼影的那种眼线色 所以就看起来会稍微有一些层次感 我觉得单用和搭配别的眼影产品 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色号还蛮值得推荐的 然后还是眼妆用品 就再说一个这个睫毛膏 是这个It Cosmetics的这一款 Super Hero 就很大很大的一款 然后它这个刷头也很大 虽然刷头看起来大大的有一点笨的那种 但是刷起来你会发现它能把那个 就每一根特别小的那个睫毛 它都能给你这样刷到 然后都能把那个膏体很均匀的上在上面 而且它这个膏体呢 我觉得就算是还算比较干的那一种类型 所以用起来还挺不错的 用完了之后它卷翘度保持得也挺好的 它自己的产品描述是说它是那种比较全浓的睫毛膏 什么纤长啊 什么浓密啊 都有这个效果都有 我自己用着 今天我也是用了这一款 就是刷了一层 就应该也是可以看出来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比那个Kiss Me的那种单独的纤长 要用起来就更浓密一些吧 当然纤长我觉得跟Kiss Me比也差不太多 然后持久度的话它比那个要稍微差一点 不过也是很好的一个产品了 所以我在这里面就推荐一下这一款睫毛膏 再接下来就是唇部的一个爱用品 其实这个唇部的爱用品它也是一个 它也算是一整套吧 就是这个PAT的这个品牌的那个液体唇膏 我是买了一套 这个这一套的名字应该叫Skin Show 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颜色 就是中间的这个颜色 我会把那个色号标在下面了 这个因为它这上面没有标到底是什么色号 然后其实这三个颜色都挺好看的 我今天涂的是这个中间的这个颜色打底 然后用这个裸色在嘴唇上稍稍涂了一下 就出来就是这个效果 因为我自己觉得单用这个的话 搭配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好像有一点深 不过我在这里就我来给大家试一下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蛮漂亮的 就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就是稍微带一点灰色和土色的这样一个玫瑰色 比较深的那一种吧我觉得 反正是很漂亮的 而且这一套液体唇膏的配方我觉得做得很好 就用起来上嘴是真的一点一点负担都没有的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就是 它是这种比较水的质地 它跟那个Shallow Tilbury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Shallow Tilbury是那种偏奶油的质地 这个就是像开光地一样比较水的质地 但是这个上嘴基本就没有什么拔干的感觉 它这种液体唇膏都是蛮显唇纹的 所以显唇纹应该不算是什么问题吧 就只是就是就是要看它在嘴唇上有没有什么负担感 像我现在我就觉得没有感觉到自己嘴上有涂什么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配方做得很厉害 而且显色度特别特别强 这个是最浅的那个裸色 这个颜色也蛮漂亮的 不过我觉得我今天这个妆搭这个颜色也不是特别的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吃小孩的颜色 这个颜色我之前在我的年度爱用品的那支视频里面 我就是涂了这一支 就是上嘴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很深 饱和度特别高 然后你需要画一个就比较重的妆来搭配的那一种 不是非常日常的一个颜色 不过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看的颜色 另外我还要说就是这一套其实它还搭配了一个透明的唇釉 还有一个就闪粉的小盒 那个闪粉的小盒我收到的时候 它里面的那个闪粉就已经撒得到处都是了 所以我就基本都没有用过 然后那个透明的唇釉我是完全不推荐的 因为那个抹在唇膏上觉得就特别特别的黏 整个两片嘴唇要黏在一起的那一种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就我觉得单买这个液体唇膏就是很好的 自己就还是最喜欢中间的这个颜色 哦对了然后还有一个我要说的 就是这个液体唇膏其实不是很好卸 所以你尽量要用眼唇卸妆液来卸 这样子卸的能比较干净 不然容易的残留 然后想想这个月还有什么爱用品 所以这个月的爱用品就是这样子啦 有什么问题请在下面给我留言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也请给我点赞 然后这一次的爱用品彩妆呢比较多 护肤品比较少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皮肤状态也没有那么好 而且好多产品也只是开了不久 感觉用的时间比较短 也看不出来什么效果 所以我觉得可能等到三月份的爱用品 护肤品会更多一些吧 所以这一次的视频就要结束了 让我们下一次再见 这样子的 highways 我们下一次就rocket International 对 很可爱 充满 你是 幽黄 带 他